我們很榮幸也很高興邀請到行政院航空政委員 到達我們的課堂 那航政委員其實進到行政院之後 主要負責是我們數位經濟跟開放政府的部分 那他也對所謂的社會企業有非常大的一些投入 那他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夠結合我們組織跟企業的一些協作 能夠打造一個非常健全的一個社會企業的一個生活圈 那在上任一年多以來 唐政委員其實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跟社會企業的一些企業組做一些座談 那也計畫在今年五月舉辦一個非常盛大的 一個亞太社會企業的一個論壇 那借用唐委員在臉部上的一段話 其實社會企業的最大的一個價值 其實就是翻轉我們過去看到一些 這個競爭跟對比的一些傳統的思維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請到唐政委員 到現場讓我們來聽聽奧遠 如何針對我們的社會企業跟社會的創新 留下一些看法 那我們現在就給熱烈掌聲歡迎 好 大家好 很高興能夠跟大家來分享 社會企業的社會創新的看法 不過我演講的這個慣例 就是說我演講的內容是由大家一起決定的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有手機的話 那大家可以連到這個網站 那是slido.com slido.com 那這個網站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匿名的在提示 你在進去之後呢 任何人只要輸入這個號碼 00124今天的日期 然後再按join 就是slido.com 然後00124 然後再按加入 你就會進入這樣一個 匿名的提問的地方 那因為是匿名的 所以呢 這個大家都可以問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們也試過聚名的 或者是聚首 那收到都是一些普通徒养的問題 那在入民的時候呢 這個總會有比較多一個 挑戰性的問題出現 那我待會兒大家花個15分鐘左右 做一個初步對我工作的一個介紹 那在這個中間這15分鐘裡面 在任何時候大家想到什麼 就算跟社會企業 社會創新一點關係都沒有 大家匿名嘛 都很歡迎各位上來跟大家討論 那跟上來之後呢 如果你發現別人想要問的問題 你沒想要問 那你就在旁邊就按個讚就可以了 那在這個螢幕上面 你看已經有人來了 那他就有位朋友說嗨 那我在 我在初衣的時候呢 如果好像說我有三個人按讚 他就會扶到這個 一票或兩票的上面 所以我在初衣的時候呢 我就會點他一下 然後呢讓他知道說 我現在正在注意這個問題 然後呢我就跟他說 嗨 大家好 這樣子 那所以呢 大家都不用怕說 這個問題會有限制 或者是範圍的這個 舉選都沒有 完全沒有 也沒有這個任何言論審查 所以任何時候 來想到任何事情 就往上面就用 那我過了15分鐘 就是做了一個初衣介紹之後 我就會回來按照大家 按讚的順序 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一直回答到 時間到了為止 或者是完全沒有問題為止 看來就想 沒有問題 我們就提早結束 那如果提早結束的話 那 那也不錯 但是事實上從來沒有發生過 就有一位朋友問說 台灣的行政權 是不是相當於大陸的國務院 台灣是這樣 台灣是一個所謂 武權分立的一個體系 所以所有的行政權 他都是在行政院 那雖然剛才的主持人介紹說 是台灣的政委 但是這個政委是政務委員 跟政協委員 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那政務委員的工作 其實就是輔助院長 我們就像行政院長的目標 就是在任何跨部會 需要協調的義務裡面 我們就去幫他們每個部會 找到自己在裡面的定位 那這件事情呢 就是所謂的不管部的部長 就是我並沒有特別管哪一個部 但是每個部會呢 其實跟我能力都有關係 像台灣對於社會 其實也並沒有一個社會創新部 這樣子的一個部會 事實上它在實際的部會都有關係 所以就是為什麼是由我 一個政務委員來擔任 那台灣可以由八到九位的政務委員 好 那我們就先進檢報 好 大家看到 那在傳統的思維裡面 社會公益可能在一邊 然後企業獲利在另外一邊 那這兩個不但是兩回事 而且常常在社會上面會彼此競爭 那在這個所謂的競爭的概念裡面 就有很多的案例在台灣 有一些劇烈的衝突 那政府在決定政策的時候 就好像在這兩個中間拔河 不但社會上有一些對立的情緒 而且政府好像要不斷的去做出取捨 但是呢 社會企業是一個概念 它就是翻轉的這個想法 提供一個創新的思考的途徑 因為一般的企業確實是 有過日作為核心的目標 可能要成長到一定的規模上市之後 才會來考慮企業的社會責任 但是呢 台灣有許多的社會企業 它的核心目標 就是在做一個明確的社會關懷 運用商業的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那在這裡 社會的力量跟企業的力量 那就是加強的 而不是因此發扯的 在台灣 社會企業呢 有各種不同的組織型態 都已經發展了超過20年以上 然後例相說 在上面 是一個關心環境保護的 一個叫做主庫聯盟的基金會 它後來就設立一個叫 綠土章的生活消費合作社 到現在20多年了 那這是合作社的型態 又或者中間叫做 喜安爾社會福利基金會 是致力於弱勢就業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是NPO的型態 它已經發展20多年了 那在底下是理人 它是關心有機農業的 這樣的商品的方式 是用公司的型態 也是超過20年了 那之前呢 20幾年來 這個各種不同組織型態的社會企業 是在社會各個角落 它能夠觸及平常政府 觸及不到的地方 那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來說 我們有家社會企業叫做點點善 點點善之前呢 跟寫漢爾合作 把這個寫漢爾畫的這種充滿同序的話 變成我們相處在世大運 或者是在捷運 在各種地方的這種公共藝術 那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來說 就是他們這家社會企業 或者是提供者就是蛇心向下 怎麼做呢 他們先去做了一些 survey 先去做一些調查 他們就發現 目前接待者們跟民眾的互動 有三個最主要的一個困難 第一個是資訊不平等 我們在路過的時候 碰到這些坐在輪椅上的接待者的時候 往往因為不知道他們的背景 不知道他們的女兒能識 不知道他們的貨物從哪裡來 所以呢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信任的情況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互動模式並不真是精明 他可能說先生小姐行星好 要不要買衛生紙 或者是口腔糖之類 那是一個比較致死的一個活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也很難澄清一度了解 他的這個人怎麼樣 他的價值是什麼 這個形象或是那位的親民 那最後就是很坦白的來說 不斷是口腔糖還是衛生紙 比起旁邊電力商店賣的 其實是比較貴的 並沒有比較便宜 所以呢 其實並沒有什麼很好的 就是你要一直去跟他 發生這樣互動的關係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在城市裡面 其他的actor 其他的行動者 其實多多少少是有些距離 好 再剛好有相當多社會企業 分別在這三個不同的面向 去做不同的輔導 那些演員上的工作 去把這些生態系結合起來 然後呢 去一起做這樣共同的一個提供 所以呢 就有一些社會企業 他做的就是生活照顧 做職能訓練 然後讓大家這個能夠習慣說 碰到什麼活動 然後可以來做導覽 可以有更進一步的多元的對話 好 那另外呢 台灣人很多做輔助面具 我們叫輔助的社會企業 他們做的事情 去把那輛街賣車去改裝 並且一個好像電動的三輪車 但是上面還有這個相當好的 好像說LCD的印象螢幕 然後能夠多一些廣告之外 還可以遮起來 去做一些科技上面的改裝 讓它更適合人體工學 看起來更專業 那第三個部分 當然他們也結合了 很多之類於公平貿易 或者是原住民族 農村再生等等的社會企業 去找出具有特色的一些商品 一些服務 那這樣子的話 就不是只是特上他們的衛生紙 就可以去把在上面 相當多有特色的這個對話 所以呢 接下來他們提供的服務呢 就變成好像說 你們這邊沒有網路 那你可以做一個Wi-Fi的熱點 讓你能夠上網 好像你手機沒電了 那你可以坐下來喝杯咖啡 然後呢 它可以幫你手機充電 好像忽然下雨了 那就可以從那個櫃子裡面 拿出愛心比賽給你等等 總之它變成一個 很積極的服務的提供者 那這樣子一種接賣車呢 也會有一個特色的商品 它本來呢 只有要可能做一台 那次大概現在一八十萬元 但是很快就超過了一百萬元 然後我想要三台 四台 這樣子的更新車目前正在製作 對呀 換句話說 像這樣具有社會公益 能夠解決具體社會問題的這種提案 其實在台灣是相當能夠 獲得響應 相當有說服力的 在去年根據新展銀行 跟聯合包願景工程 所做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 台灣美国人裡面 就有將近四個人 他聽到這樣子的模式之後 就會覺得相當的認同 這真的是一個好處 願意去溢價購買 甚至願意去投資 但是呢 當問到說 航空裡講不講得出 一個社會企業它就具體的 英語模式是什麼 我們人裡面只有不到一個人 能夠講得出來 這種具體的認知的情況 那這個呢 就有一個說法 叫做不明決議 就是說雖然我不是很明白 這是社會企業死那一回事 但我就是覺得它很厲害 或者是要支持 但是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大家 做社會企業的朋友 其實都是有 特定的社會方法 我們不是極其希望 大家泛泛地對社會企業 是一個好概念 而藉由這樣子的概念 去認識實際的社會關懷 跟社會使命 所以我們要如何把這個 19%的認知度 讓它能夠趕上這個78% 那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階段 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在去年的10月18日 我們在台北有一個叫做 空洞文化實驗室的一張 在一塊建國花式的合併 我們就做了一個相當大的開幕 賴院長在主持 他主持之下開幕了一個叫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這個Lab的開幕 都只是讓政府的服務 多了一個好像旗艦店一樣 很容易讓人流 這個經濟超知過的這個據點 而是這個指令的據點 其實是省百家 不同的社會企業 共同設計出來 我們在科目科研選項 一起創造出來的 集思廣義的開幕結構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 我們只知道這個場地 只有這個硬體 在炒備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共辦了五場座談會 這五場座談會裡面 是有上百家的社會企業 一起來告訴我們說 這樣子一個 台北黃金地段的一個空間 他們的這個空間的想像是什麼 他們的期許是什麼 像這個呢 也是顯然他們畫出來的 這種這個足球場 但是就實際 按照他們畫的樣子 就擺在那邊 像這些就是每一個社區 大初他們覺得 需要的這樣子 一種空間的規劃 我們的工作 就是在這些的DDI裡面 盡量的去平衡去滿足 那不只是空間的硬體 包含他們說 很多政府機關的地方 都只能遇到下午五點和六點 但他們希望這邊 因為要辦很多的活動 但遇到半夜十一點 那我們就說好 那就這邊也來了 從早上七點 開到半夜十一點 或者是說很多人說 因為食物是凝聚大家的 共好的國外法門 所以他們就是要有一個很棒的 咖啡廳 就有一個咖啡廳 要有一個廚房 咖啡廳就有一個廚房 甚至現在已經有常駐的大廚 在這裡面都是反應需求的結果 所以我們不做任何預設 然後大家平安 然後我們就盡量的去滿足 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工作呢 就不是只在行政院裡面工作 我每個星期就有一天 也就是星期三 固定在社長中心開設 我們叫做office hour 那我就像是一個mentor一樣 我早上十點 常常待到晚上十點 十二小時都在這個地方 但任何對社會企業有興趣的朋友 只要願意這個談話的記錄公開上網 都歡迎直接過來跟我交流 那事實上這樣子的安排 也是來自於社會企業的具體的建議 所以很高興在大家的這個捧場 以及工作人員的辛勞底下 我們是去年10月18日開門 到跨年大概才兩百半月不到的時間 就有221場的活動 然後吸引超過一萬三千多人的造訪 那此外呢 我們現在也很高興 就是台灣 好像說台中啊 或者桃園 最近也很關心社會企業的 歐米島六毒之下 都已經設立了類似的 給設計的一些據點 那明年我們希望這樣子的能量 能夠從都市擴展到 我們叫非都縣市 就是其他的縣市 這個呢就是 賴院長在10月18號開幕的時候 給我們一個具體的期許 因為畢竟如果社會企業是要解決 政府平常接觸不到的社會問題 這些在都市以外的地方 在各個不同的現實 很可能是更多的 那當然呢 我們在制定設計的政策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忘記 這是全台灣的事情 並不能從台北去看天下 所以說呢 我們每個週三 除了我自己在社群中心 12個小時 跟社群互動之外 固定每兩個星期的地牌 二我也都在行政院 我是在台灣 在那個台中 在高雄 在嘉義 在花蓮 這四個地方 都有所謂的行政院 聯合服務中心 所以說呢 各部位的朋友們 就跟著我 先跑了這樣子一輪 在全台灣去聽 各個社群的聲音 一起去互相認識 但是因為是每兩週這樣子跑 那社群相關的度 會大概有12個左右 所以呢 事實上我們有兩天 每次都老是動作 就一整盤這樣子的詢問 所以我們的做法呢 除了是一樣是做主資訪 然後公開上網 叫做暗資短考 任何人問的問題 我們都在兩個禮拜之內 他們有回答 之外 我們為了避免同人的驟車勞論 其實就在空洞的攝像中心 我們每兩個禮拜 等禮拜二 就讓這二十幾 甚至三十幾 我也不同部會的 跟社群有關的朋友 實際就坐在那邊 然後用一個叫做 遠距背群的 像是一種概念 就是他們在台北 那我呢 就到台灣在各地 然後呢 我到哪個地方 我就帶甚至360的攝影機 或者是一些直播的設備 然後就讓這個會議室裡面的 所有的這個社會企業 跟 包括這一面 進行的投影 然後就跟連到空總的 大三十個不同的部會同人 能夠面對面 那這樣子面對面的情況 就可以透過 及時的視訊 去回應各地 進出的問題和需求 以及任何求漏解的情況 當然這個 我們在民間企業 這個視訊會議 已經行之有年了 但是呢 行政院我們現在 也正在把這個 正式的融入 我們的公務流程當中 那我們在這樣 巡迴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收到各地設計的需求 剛剛講到設計的組織形態 NPO形態 或者是合作設計態 這個問題比較小 但是呢 在台灣的公司法 對於公司形態的社會企業 其實呢 是有一些判斷 有一些限制 因為台灣公司法的第一 就是說公司以盈利為目的 就這樣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雖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我如果現在公司的 主要的使命 是一個公立使命 是一個環境使命 我還能不能說 我就是以盈利為目的 那這個呢 雖然經濟部 像有一個函視 已經解釋了這件事情 就這個例 假如是所有的利益關係 也不是指向股東 但是呢 我們原來認為 在公司法律 有更明確的說明的必要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第一條 在這個 立法院的草案裡面 加上一句說 那公司呢 當然以利益為目的 但是呢 公司只要他自己願意 他也可以 採行增進公共利益的行為 來促進公司 善進他的社會責任 也就是說 未來呢 覺得說 環境使命 社會使命 跟賺錢一樣重要的公司 他也可以是公司 甚至更重要的公司 他也可以是公司 只要在章程裡面 把它講清楚就可以了 那 所以說 因為章程 這個是公司的 可能他像 他的constitution 他的憲法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說呢 我們在393條 也跟本來的公司法不一樣 本來的章程呢 是你要跑去商業司 證明說 你跟這個公司有一定的關係 然後你才能調他的章程出來看 但是呢 我們在新版的公司法草案裡面 393條 也加上了這一句 這一句就是全台灣也是上百家設計 所有人都同意的這樣一段話 就是說 只要公司同意 他就可以把他的章程 包含裡面他的營運分配 他的社會使命 他的股權結構等等的一些部分 都可以揭露出來 讓他的主管機關 就是經濟部公佈在經濟部的網站上 那這樣一來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可以避免 掛羊紅麗狗肉的情況 而且呢 他可以增加社會的信任 這對責信非常有幫助 而且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解決哪些社會問題的事情 跟台灣的 就是不同的公司登記 或怎麼樣的分佈 也可以讓政府和投資人 做出更精確的統計 還有比對以及判斷 那第二個 我們經常接到 巡迴的時候的問題 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社會創新的意思 就是卻在本來的這個法規 還沒有定義的 這個新的科技來臨的時候 我們去找出一些 新的運用的方法 那這樣子呢 往往就容易落入 所謂的法規的灰色地帶 那這件事情呢 我們政府也有一個叫做 創新法規紗盒 Sandbox 這樣一個一戰式的平台 任何有意 從事創新 意思就是挑戰法規 跟朋友呢 都可以在這個上面 去獲得法規釐清的諮詢 那我們在詢問 這個業的過程 我們真的常常看到 許多社會企業的工作者 可能在同事的新型態的活動 是本來法律沒有想到的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張請各個部會 進行協商 集體的幫助 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去解決他們的法律問題 舉例來說 我們在1月中 才剛剛召集了 相關部會跟地方政策 去討論什麼 討論非營利組織 他想要設立一個子公司 這樣子的可行性 以前都是大公司 去設立一個 非營利的基金會 那現在大的非營利組織 他能不能設立子公司 完全控制這個子公司的決策 甚至包含這個子公司的投票權 或者是他未來的社會使命 兩個張成分的對接 我們在會中 已經達成了事半的 這個出路的共識 那未來呢 有意發起 我們今天要做 一所使 五分有限公司的社團法人 都可以循一定的步驟 來進行辦理 換句話說 政府的角色跟功能 在這個設計的生態系裡面 就是跟民間一起合作 然後呢 在這個合作過程裡 去創造出一個 適合社會企業 茁壯的環境 來充分釋放公民社會的力量 那接下來剛剛講到了幾次創新 所以我想要把這個社會企業 就是已經找到一個商業模式 的這個概念 去擴大到社會創新的這個層次 就是它跟商業模式呢 不一定一下子就找到 雖然它是一個社會運動 甚至它也不一定註冊成一個合作社 或者是一個IPO 但是呢 它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應用這個新的科技 應用新的技術 應用新的思想 去改變社會 各個群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在這樣的改變裡面 去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新的圖境 那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 那這樣子的社會企業 其實在台灣其實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我先舉一個例子 舉例來說 這個大家看到的網站 叫做G01的臨時空屋觀測網 G01是台灣的一個社會運動 現在我其實也都還是裡面很active 很活躍的一個成員 G01是怎麼樣的概念呢 就是在台灣的網站 政府的網站都是GOV.TW結尾的 好比像說 民企政院就是EY.GOV.TW 立法院LY.GOV.TW 那但是呢 G01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民間覺得政府 應該提供什麼服務 應該提供什麼資訊 而政府還沒有提供的話 那民間就自己先做做看 這就是一個待用政府的概念 跟待用咖啡是一樣的 所以說呢 我們看到政府怎麼不滿意 不是去批評政府 而是去試著做一個東西 給政府當作模範 那所以說呢 好比像說 大家覺得說 台灣的空隙品質 只是大家都不是很確定說 每個地方的空隙品質是怎樣 所以說呢 就出現了 我們叫ENV.G0V.TW 就是說本來環保署 他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把環保署的網址 GOV.TW 把O壞成的原因 那這樣子呢 就是起了0的轉移 就進入了這個Shadow Government 進入了臨時的政府 那在這個臨時政府裡面呢 都是以開源的方式 就是拋棄著作財產權的方式 去告訴政府說 我們希望你這樣子做 我們先做一次給你看 但是呢 因為拋棄了著作財產權的關係 所以政府在下一次的 載購流程裡面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 變成官方的網站 已經有非常多的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就是結合網路社群多元的專業 以及這個簡易的 空氣品質感色器 叫做空氣盒子的普及 那我們運用物聯網 IoT的技術 讓每一位願意參與的公民 不管是在自己家裡的陽台 不管是在他的學校 或者他的登公室 都可以成為一個 即時的空氣品質資訊的提供者 那再加上聚殺成殺的過程裡面 這幾千個策戰 不但是能夠獲取大量的資料 而且其實呢 比起環保署的定點策戰 它更接近人們實際活動的力量 那在亞洲國家裡面 台灣這個非常得天獨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其他地方政府不打壓就不錯了 但是呢 在台灣呢 對於臨時政府這些公民科技 其實呢 政府不但不排斥 而且呢 對於這樣社會創新的工作 是全力支持的 在我們一個叫做前瞻基礎建設的 特別預算裡面 我們就運用 4年49億元新泰幣的 這樣一個蠻大的計畫 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 就是運用民間 先做的這樣一個概念 我們就把空氣品質 把氣象 血資源 地震 防救災 等等各種巨量的環境資料 都用相同的這個基礎的標準 把它統整在高速電腦的預算環境裡面 這樣的好處 就是各界就可以更快發現說 有這個社會活動 跟有這樣的環境現象 彼此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而且呢 我們也請工業基礎研究院 來研究 這個國產物美價延的PM2.5的偵測器 讓它的精確度更高 這樣子的話呢 這些測試在社群上面 就可以更快採出 高精確度的資料 讓大家都可以有專業的解讀 那為什麼我們政府 要鼓勵這樣子的社會創新的工作呢 其實目前全世界的政府 都面臨在資訊不夠透明 不夠空足的情況下 跟人民之間的溝通 出現很多誤解嘛 那以台灣的空氣品質來說 在社會各界都能夠了解 我們每天今天的空氣品質 到底哪些是來自於境外 哪些是境內的固定污染源 哪些又是我們旁邊的移動式污染源 在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明確的事實的佐證之前 其實我們很難建立 一個品質的公共政策的對話 所以才為政府全力來支持 這樣子的社會創新 那很值得驕傲的是空氣盒子 這個相關產品 包含它的使用經驗系統等等 這已經相關輸出到許多其他國家了 也就是說台灣在公民期的歷史 想要不知是實施解決 我們當地的自身的社會問題 我們已經把這樣子的解決方案 提供給遇到相同情況的各個國家 而且幫助他們去解決 他們的社會問題 那我們有非常多的例子 可以告訴我們說 台灣不管是在社會企業 這些創新商業模式的發展 或者是社會創新 甚至變成社會運動 這樣子的突破 我們方言亞洲甚至是全世界 其實不但多個人厚 而且有很多可以具體的分享 讓各界學習的地方 所以剛才呢 把我們的主持人老師也提到說 我們為了讓台灣的社會創新 能夠發揮更多的潛力 而且讓世界看見我們社會企業的價值 我們行政人已經整合跨部會 也是十幾個部份的資源 密切地去協助 我們設計有寫愛 等等的民間單位 在我們經濟部 中央企業處的禮君之下 在今年五月的五號跟六號 舉辦所謂的明月亞洲 2018年亞太社企高峰會 那這個活動我們也很感謝 是台中市民長 市長全力協助 因為在台灣呢 之前每一年社企業都會在台北辦年會 每一年這個寫行業都會在高雄辦年會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樣的年會結合起來 一起在台灣的中間 就是台中 台中的文創聯區 透過講座 透過世紀 透過小旅行這些方式 把台灣社企的生命力 把社創的科技的力量 完整地呈現在來訪的國外的貴賓 以及幾千位國人面前 那所以呢 這樣子的工作呢 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我們超過有七成的這些國際獎者 也都是來自於新南鄉的國家 那這次的論壇也希望能夠促成 台灣跟一路太平洋地區的交流跟合作 那這是最後一項解放 所以現在就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台灣的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的茁壯 其實立即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行政部門跟公民社會之間的目的 跟協力是一個夥伴關係 這個夥伴關係的存在 不只是所謂台灣價值的具體展現 而且呢 我們也好像說 蔡英文總統在去年國慶演說的時候 也說我們很希望台灣的國際發展 是跟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這邊大家看到的17項SDGS 那我們特別就是透過第17項 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這樣子一種精神 那透過社會創新跟全世界 都能夠建立更緊密的連結 好 以上是我的一些工作說明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有開始三個問題 應該是可以一個一個回答 有三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這個是不是可以定義社會企業 我們目前在新建院 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是這樣子 所以說任何一個 一個維然的組織 它有一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然後呢 它運用商業模式 來解決社會問題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有明確的使命 有一個營運的模式 來解決社會問題 那這個呢 其實是相當廣泛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 我們並沒有特別說 你裡面你要多少發數的 這個營運經過 也沒有說你一定要用哪一種 特定的方式來製作公益報告書 那它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社會企業這個大傘底下 有非常多的submovement 有很多的子運動 所以說每次提出一種 創新的方法 就會有另外一天提出一種創新的方法 所以我們不會目前不悔 在法令裡面特別去定義說 你一定要用哪一種方法才可以 但是這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不管它是寫在 它的合作社的名字裡面 不管它是寫在NPO的 這個purpose裡面 不管它是寫在公司的章程裡面 它應該都是要讓整個社會可以看到 然後能夠有責性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自己覺得它是社會企業 它的生態系 它的生態圈也覺得它是社會企業 對我們來講 它就是社會企業 就是這樣 那如果隨時大家想要舉手 或者進一步追問也可以 我有朋友馬上就追問了 我會說我是藍還是綠 有些問題 其實這樣子 我在入閣的時候 有一個貴人資料表 然後在這上面 大概我記得第二行的時候 有兩個點空題 然後一個是政黨 一個是性別 這兩個我都點了5號 所以就是說 不但是在政黨上面 我當然有些政治主張 那我這邊也講一下 我個人的政治主張 是無政府主義 就是安娜齊 我希望有一天 都會有不同的聯繫 所以隨著社會企業 越來越強大 政府其實就越來越能夠 對峻第二線 去做 只有政府能做的事情 或幫這些社會企業 解決問題 那如果有一天 政府縮縮縮縮縮縮 這樣縮到完全沒有了 那這樣我的正式理想也實現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這邊的藍綠 是毫無關係的 它不能夠用藍綠 或是用藍綠來做界定 所以沒有什麼檔台的問題 接下來有四位朋友想知道說 要如何平衡社會企業 跟財務方便 這家企業的可持續性 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所以說 從我們創業的角度來看 社會企業目前大概有三個 不同的進入的方式 一個是說 已經行之有年的一些NPO 好像主副聯盟 它本來是一個 就是倡議型的一個基金會 那但是呢 它想要轉型成為社會企業的時候 去用合作社的方式 利用共同購買 去變成它有一個 就是營運的一個模式 這個是從NPO過來的 又或者是說 有一些相當大的一些公司 這些公司它做一做 它覺得說 它的社會使命 它的社會責任 就是它或是存在的目的 它就是從企業的社會責任 慢慢一步 一步就變成了 所有的社會企業 那這個也是有很多的例子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新創初創的朋友 他們在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就是為了要用商業模式 來解決社會問題 它沒有一個轉型的這樣一個過程 它一開始就是社會企業 那後面的這個呢 確實就像任何創業一樣 它的失敗率可能是80% 90% 都有可能 這個並不是因為它要做社會企業 而是新創本來就是這樣 那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會希望說 政府的工作呢 在還有政府的時候呢 是盡可能讓他們失敗的成本 可以減低 也就是說讓他們可以很快的去試各種各樣不同的社會創新的模式 有些模式其實不一定有商業模式 但它可以發展成社會運動 它可以發展成常理團體 它可以發展成不是社會企業的社會創新模式 而如果它很快的 像剛剛提到的電線 能夠釋出一個 能夠釋出一個 它真的反轉了的商業模式 那整個生態系就可以把這個當作一個出海口 然後去一起去協力 去讓它能夠著重 也就是說它的可持續性 是建立在 它往商業模式這邊 跟往解決社會問題這邊 是不是真的有 碰到我們叫做痛點 是不是有真的能夠解決實際的 兩邊的談到的問題 那如果有的話 這個模式它自然就可以通訊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會鼓勵他們盡快地去 盡快地去找到新的體驗 或者新的模式 比如說我們比如說一個 量化API的這個概念 說一定要有1000加設計 三年都不能到 這都是沒有意義的 再次強調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希望是一個 一般性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任何人看到這個問題 先不要問說 為什麼沒有人解決這個問題 先自己答應 自己承認說 我就是看到沒有人 我就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就是 距離民視政府的一個前世 也就是說 任何時候覺得 政府哪裡做的不好 那就來做的更好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有相當多的朋友 就是在試 各種各樣的模式 某些一試成功 並不是在政府的輔導 或輔助底下 他自己就是很成立 那這樣自然就有可持續性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是幫整個生態系 付了學費 那這個也就是剛才講的 新創法規條式殺回的 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他真的需要 我們法國有所同事的話 我們最近才剛通過 一個叫金融沙河 接下來會有自駕車 就無人載據沙河 接下來是一般型的沙河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覺得 政府的法律哪裡打到你了 那只要地方政府同意 我們就畫一塊區域 或是畫一些人一段時間出來 你在半年裡面 一年裡面 你就可以違法 政府就不來罰你 那當然不能拿來洗錢 不能拿來這個自控 但是除此之外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不但可以制定說 這幾個法律 我要違法政府不能罰 而且六個月一年之後 你就可以寫出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 就不是只是監理單位 跟這家公司總監的事情 而是所有在這一段 適用期間裡面的社會 都能夠一起去決定說 到底引進這個新的技術 新的模式 它是好主義還是壞主義 如果這是壞主義的話 那麼那就是 謝謝你當大家付了學費 然後公司就收一收 但是如果這是一個好主義 那這樣子的話 政府就可以退去 但是現在說 你看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幾個好主義 我們也發展出精緩的科技了 那這樣子的話 立法院也好 行政院也好 經過公告之後 這個新的對態就產生了 所以政府呢 與其是去打住大家的路 現在就是站在大家旁邊 陪大家一起去釋出 可持續的想念或事 一位陳世輝同學 柯老師 柯老師 陳主任 問說 請講講在台灣 做社會企業的困難 如何面對 其實在台灣的社會企業 最大的困難 就是這個認知路不足的問題 但是路不足的問題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不是很確定 這個跟你切受的責任 跟義脈 跟這個木塊 也好全部 跟這些東西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能夠講得清楚的人 就像剛剛的調查顯示 五人裡面大概只有一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社會企業 從投資人的角度來看 它就沒有很明確的signal 說這個東西 它就是可以用投資的形態 不但能夠介入 而且之後呢 在更進一步的投資人來的時候 它不會被歧視掉 然後呢 它也不會 好像一下子就找不到 容許的經營模式 也就是說 社會企業的社會公益的部分 大家大概都認同 但它的企業經營模式的部分 這部分呢 確實是台灣需要 更加加強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我們國花基金 或者像火水 火水二等等的這些 或許社會企業的循環基金 其實已經開始 有一些我們叫做影響力投資 E-time Investor的出現 那之前他們身為所苦的 就是說 我們在公司法上面 沒有很充分的 給這樣子的一種 社會企業 一個組織上 形式上的 一個章程公開的 一個保障 那所以在國際上 有所謂的Benefit Corporation Movement 那我們也在跟這些國際專家 多次協商之後 我們就談出了 剛剛講到的公司法 的這樣子一種 組織心態的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東西推出之後 我們能夠促進台灣的 所謂E-time Investment 這個概念出現 這個概念出現之後 其實政府就不用花那麼多的時間 去調動資源 因為民間不管是CSR的資源 不管是做Business Development的資源 各種各樣的資源 就可以看到說 我本來捐出去 它是產生出一塊錢一分的影響力 但是呢 如果你進入E-time Investment 我一塊錢就可以產生出 五分的影響力 六分的影響力 而且呢 這個東西回派之後 它可以再循環到 各種各樣不同的社會使命上 所以說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E-time Investment 確實是目前的一個困難 那我們面對的方式 就是去在組織上面 去讓它更清楚 而且也做出更多的良好的案例 讓整個世界都可以看到 像亞洲有一個ADPN 它就是做一種 E-time Investment的各個聯盟吧 那我們透過 辦這樣子一種 國際性的亞太社系 訪問人們的活動 也是希望說 把民意已經很多 很好的投資的標定 只是它之前沒有英文的說明 或者沒有做很多很好的Marketing 那我們趁這個機會 一致地去把這個英文的說明 居然全世界也看到 大概是這樣 有人朋友問說 請問你覺得這四天的課程之後 建議兩岸三地的我們 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我不想這個社會創新 就是並沒有預設 但是我們知道社會創新 有一些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有一些基礎 有一些物質基礎 好比像說 大家就是要一起吃好吃的 那我們在G0V的一個經驗 就是我們每兩個月會辦一次很大型的黑客送上百人來 那G0V全部的經費 幾乎都全部用在食物上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參加一個黑客送一個年討會 從這個課程下映等等 過了兩個月之後 聽到什麼大概都不記得了 但是如果食物很好吃 是會記得的 食物很好吃也是會記得的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食物很好吃 它聯繫人員之間的感情之後 就比較能夠畫食物為力量 一起去做一些什麼 也就是說我想社會創新的 就是大家之間的彼此聯繫 彼此加上聯絡方式 甚至在線上有一些後續的討論的 這個平台等等 這些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彼此認識之後 能夠理解到彼此重視的價值 在哪些地方是一致的 那這個時候呢 只要有有趣的項目 有趣的專案 它慢慢慢慢就會變成 是能夠一起做什麼 所以我比較不擔心說 找到這個有趣的題目的可能性 我比較覺得說就是 承搭面對面這個高頻寬 彼此交流的經驗 盡快的盡可能的去建立 這個緊密的社會聯繫 那陳主任還有一個問題說 社會創新 對人認為是 如果把受眾們的所謂上聯號 缺點想要用創意和創新的新思維 思考到在一個特定的情況下 缺點可以翻轉 把它變成優點 那舉例來說 有一個叫做黑暗對話的社會企業 這個是國際的 在台灣也有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我們在公總呢 我們有一樓是大家活動空間 二樓是進駐團隊的空間 我們有個地下室 當時黑暗對話的台灣的團隊 就來看我們的地下室 因為地下室我們整理得漂漂亮亮 然後完全沒有採光 都是靠人工照明 所以當你關掉的時候 它完全就是全黑的一個環境 而且很大 那在這裡面呢 他們在黑暗對話團隊 就能夠去辦什麼呢 去辦這樣子一種 共識 引導式的 這個思考的一個活動 我們一般的引導是思考的活動的 就是人類的引導者 可能是用一個白板 對不對 可能是用一些電力帖 去促進大家去跳出框框 去思考 但是呢 黑暗對話呢 它是完全在黑暗裡面進行的 也就是說呢 你誰都看不到誰 誰都看不到誰的情況下 大家都會覺得很vulnerable 就是說 覺得說 那我 我是不是 這個可以跳脫我的本位呢 因為我坐在哪裡 我看不到 這樣一個情況 大家充滿這個不確定性 但是呢 在這裡面呢 就有充滿了確定性的引導者 就是盲人 他們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呢 是非常的有諮詢 而且非常能夠照顧到 每個人實際的狀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讓一個盲人 他充滿了諮詢 在大家都能夠 比較放開心胸 比較沒有預設 也不能滑手機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去進行創造式的思考 往往呢 會有非常好的這個點子 非常好的概念做出來 而且這樣出來之後呢 你對盲人的看法 就不是很可憐 需要我們照顧 而說他在某一個環境裡面 他就是有他的強項 他是大家可以學習的 可以引導大家 這樣的對象 所以台灣是有那樣對話的 我們在社會企業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往往看到說 像有一個叫做重設器 重設器在台北 是一家IPS 他做的是UP 但他做的UP 其實是給什麼呢 我們是給輪椅組 或者有其他的身心障礙者去使用 因為身心障礙者呢 我們有建築法科嘛 就是說公衣棟的地點 或者是飯店旅館等等的地方 都要有所謂的無障礙設施 還有輪椅的坡道 還有無障礙的廁所等等 但這些在驗手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按照那個 就是建築研究所的標準來驗手 而沒有實際的去找 輪椅組去這樣子 走走看的話 他往往其實形式上可以使用 但是在實際使用上的時候呢 還是有各種的訪律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他就不把這些輪椅組 叫做Pandic Capical 不是叫做弱矢 而是叫做Universal Resonant 就是通用設計器 因為只有他們才有 最低修的經驗 拿著這個IPS 去做這個空間的規劃 去做空間的建模 去做整整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反而是整個社會 需要他們去做更體貼的 更請補的 更結合的需要的規劃 那在這樣子不但是提供了 這個業的機會 提升了自尊 而且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位機能很重要的 就是也有團結 也有solidarity的這個作用 因為這樣子 他們就不是一個一個 覺得好像很弱勢 在這個環境做歧視 而且那也反而起來說 我就幫這個地方設計了 它的通用設計 那這樣我當然就呼喉一半 就可以去啊 也就是說把理智性的這個力量 變成選擇性的力量 這個是台灣很多 就是包含的就是生長 原住民族偏鄉等等 這些它加以翻轉的過程裡面 它也可以達到一個社會團結的這個作用 有四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然後上來登記 那登記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會看到說 這家企業它的組織型態是什麼 它登錄的年度 每年會renew 它的社會目的 特色說明 服務介紹等等這些部分 那這些部分呢 就是這個公開的一個責任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說 它實際 它講的 因為它實際做的 它跟政府如果有發現一些關係 它們會有獲得一些 好像說 B-Corp 或是擁有私情態的一些認證等等 都可以在這上面用一個履歷的方式 取加以追蹤 那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要 maintain 一個登記系統的原因 但我們並不是說 我們沒有來登記的 就不是社會企業 但是我們會鼓勵任何 全政府發生關係的社會企業 都先來上面登記 這邊有人有問說 可否介紹社會企業的股東的類別 例如政府作為股東之一 台灣相當的社會企業區別在哪裡 台灣有一個叫做國發基金的項目 那這個項目就是說 國家作為股東 去讓一些很有潛力的 有創新的一些試驗 在先期能夠獲得一些投資 我們要說像 KGD-10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大家還是一家新創公司的時候 那我想這邊的社會企業 我們現在叫做社會創新型企業的 原因也是因為 從國發基金的角度來看 它也是一種創新 它跟產業創新一樣 也是一種創新 所以國發基金的原則是說 當然一些小額的天使的投資 但是它是一個 matching fund 就是說它不會有超過49%的部分 那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還是希望說 社會企業它在做創新的過程裡面 大部分的資金 是從ecosystem 是從私部門跟第三部門來 只有少部分 就是不到一半 是從政府回來 也就是說我們並不希望 他們變成所謂的國民企業 台灣跟香港的社會企業 以我的理解 香港的社會企業的發展 是比他們早的 不管是做社會企業的一些高峰的論壇 或是把一些 CSR 的一些資源投入社會企業 其實在香港都有發展的相當的早 那我覺得台灣跟香港的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說台灣的不同的偏鄉 或者不同的一個城市六都 或者是一些地道 每個地方的社會問題都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會看到社會企業這四個字 在原住民族的地方的意義 或者是說它在農村再生裡面的意義 它在青年返鄉社區營造裡面的意義 它在教育部希望大學生能夠盡可能把創業當作 練習的部分的意義都完全不同 這是為什麼我們採取一個廣義的社會企業的利益的原因 就是因為社會使命實在是非常多 那台灣是一個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跟集會跟創作自由的地方 所以大家想到的各種可能違法可能不違法的創始的形式是無話法門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在多元性上面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亮點 以及結合科技的這個力量 但是要講這個法規的組織 或者是民間的certification 或者是這個impact investing 就是影響力投資的強度等等 確實我們是所謂的第二波 甚至第三波的社會企業的一個國家 也就是說這個概念 它是在台灣已經有發展了二十幾年的各種不同的運動之後 我們才引入一個社會企業的概念去做聯合行僑 而不是說我們從一開始就叫社會企業 然後拿去繞著它去做很努力的這個工作 那所以我覺得當然台灣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社會企業中有抵觸的那個合作經濟團結經濟 就這樣子一個文化 在台灣那是相對小眾 但是不管是我們從創業的角度 從NPO的角度 或是從公司型的大企業的角度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比較願意接受社會企業 作為這樣子一個共同行銷的一個打散 而不是說一個一兩個特定的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有很多在制度上 在零件上都可以跟香港學習的 但我們在發展上面我們的形態 我們解決的方式 那就是非常的多元 陳志邦這位老師 詢問說 在香港慈善機構深入民心 社會企業往往被誤解為慈善的性質 被認為應該只提供便宜的產品 甚至不應該有盈利 因此經營商務上遇到相當的困難 這種誤解是否在台灣也是一樣 其實不太是這樣 就是按照欣善的那個願景工程的調查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當初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本來可以翻成社會事業 因為Enterprise在英文並不是一定是公司的意思 它是就是因為一個事業就可以 或者台灣這個很流行叫置業嘛 民主有這個志想 所以去做的這個事業 但是後來還是翻成了社會企業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大家聽到社會企業的時候 往公司型設計 而不是往NPO型的設計去想 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所以現在在台灣 大家聽到社會企業的時候 想著其實往往還是往公司 或者是往某種 這個能夠它的產品或它的服務 不適色於它的競爭者 好比像說做農村再生 或做有機生產的 也就是要福通園 或者是先入房等等 他們就是在台灣最大的 能做商店 好不好選家 或其他人的商店 它就是上架 上架之後呢 它的quality也並沒有比它旁邊的差 所以從它的角度來看 它能夠去談的部門 就是一個連鎖商店 或一個大企業的商務拓展部門 business development部門 它不是跟它的CSR部門去談 CSR部門當然是做好事的 但是BD的部門是說 你這樣子有一個梗 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 我們可以一起去做聯合行銷 一起去把你倡議的社會努力 讓整個社會知道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台灣 我覺得還蠻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大家聽到社會企業的時候 不會把它跟就是義脈 這個混合在一起去談 有人有問說 能多取一下社會創新 成功跟失敗的例子 並且提供具體的分析 我要在這個思行當中裡面 講四天的課 這樣大家要去看 去求是這些學生的 我要看一下課表 大家之後會聽到相當多的例子 不過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概念 叫做所謂的三重底線 就是Triple Bunden Line Triple Bunden Line的概念 其實就是說任何一個事業 不管它是企業 還是不是企業 它都是同時要照顧到 經濟跟社會的加持 跟環境的加持 那這個也是永續發展的目標 SDG的最新的概念 就是說你不是在這三個中間 做出取捨 而說這三個 當你在創立一個事業的時候 都是你的Bunden Line 都是要維護的容器 可這個就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我們創業的失敗率 就大幅的降低 成功率大幅的增高 因為一個創業 只要在這三個裡面 任何一個做出貢獻 它就算成功了 如果到最後 你沒有做出一個 盈利的創業模式 那但是你在社會的進步 倡議上面 真的讓大家震榮發揮 那這樣子本來在生態時 你就會有第二波 第三波的新的模式出來 去完成這個魏晉的使命 又或者是說 你在社會差異上面 並不是很成功 但是至少在經濟成長上面 維持自己的溫飽 但是在環境保護上面 創造出了大量的循環經濟 水資源再利用 非常輕薄 那對所有旁邊的 其他的住的人 或者是失業 也是有所幫助 比如說這個也是 所謂的共和好 common good 這個精神 在這三個監控的情況下 這些十年齡之間 彼此當然還是有些競爭關係 但是更多的就是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的關係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pursue 這些三個不同的boundline的時候 我們常常去做影響力評 公務或者是去做 這個所謂的social return 這個概念 我們就不是那麼單向的 一個線性的 好像說一定 這邊就是成功 一定這邊就是失敗 即使是失敗 他分享出來 像我們把這個章程公開 把公益報告公開 他的這個失敗的故事 也可以讓整個生態系 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 而不是好像是說 他一定是彼此競爭 然後大家都是彼此互相機密 互相提防 這種就是所謂的 純粹競爭的這個關係 我們在社會企業圈 基本上是不會看到的 大家不管是上個下游 或甚至是單車是競爭者 但是因為是解決同一個社會問題 其實是合作者的關係 其實這個都是比較常見的 那有位朋友問說 社會企業 它到底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還是要創造社會的機會 到底哪一個比較重要 這個就完全是看 這個他的社會使命是什麼 有一些社會使命 它就是說 我們就是以平等 一份培歸而最重要 那我們希望能夠去創造 社會上的一些機會 但是這個社會的機會 它不一定是解決社會問題 它是覺得說 我們對某一群人的想法 它需要反轉 需要改變 那這個時候 這就是一種比較創新型的一個想法 但又或者說 確實就是有些社會問題 有些國際性的 就是政府 單一的政府 太小了 沒有辦法獨立解決 空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有些是地方性的 政府又太大了 它沒有辦法 那麼快的去靈活的去調度 我們一年只能 改一次我們的方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社會企業確實是可以去碰到一些 在所平常接觸不到的地方 更快更敏捷地去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看這個企業的社會 跟他的團隊 跟他的團隊的興趣是甚麼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那有人可能問說 社會企業如何能力 如何生存 資金的來源如何 那這個完全就是看它的組織型態 我想說如果它是NPO的型態 它確實它的資金很多就是透過市場的交易 那可能還是有一部分來自於捐助 如果是公司的型態 那除了市場的交易之外 有一部分會是來自於投資 那合作社的話 當然是社員 自己的資源等等 那我們在台灣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說有越來越多的社會企業 它是跨組織型態的 剛剛有提到說 一個社團法人 本來是NPO 他設立一個完全是他控制的 但是他就可以接受自己 也可以投資出去的 自公司 這個就是一個新的型態 又或者是說 之前我們也有看到一些 做農村戰身的 因為在農村 它有一個合作社 然後他的抄銷班 他需要再開一家公司 然後呢 但是他又是有他的社會使命 所以他註冊了NPO 那名字都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 他是跨了不同的組織型態 還可以取得各種 非常不同的資金來源 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他只要是完全公開透明的 他只要能夠讓社會信任 他有完整的責任 我們並沒有覺得說 他一定只能用某一種資金的來源 當然他的生存還是建立在 他在就是整個市場上面 能夠找到他的定位 能夠解決問題 然後有一個永續的 發起來的音樂的模式 其次的任何其他的試驗 是沒有兩樣的 如果沒有問說 當社會創新跟政府的政策 不同的時候要怎麼辦 基本上政府的政策 永遠是後發的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想法 就是說 政府不可能比 產業創新者更懂創新 也不可能比社會創新者 更懂社會創新 我們做的事情是 當他們這些創新 彼此之間開始打架的時候 我們來找出一個大家最不滿意 應該可接受 或是是因為創新 所以大家都是雙贏或多贏 這樣子一種對話的政策 那就是政府叫做 多方利益關係 裡面的開放式的治理模式 這個是我目前主要工作 另外就是說 如果政府的政策 就是要禁止某個東西 但是現在有社會創新者出來說 不對 你這個東西不應該禁止 那這個時候我們同樣的 透過法規沙盒 透過固定時間 或固定場域的試驗 我們也給大家一個機會 去證明說 政府的政策是錯的 但如果證明政府的政策是錯的 我們就調整政策 就是這樣子 因為政府是人民的 如果大家整個社會都知道說 這就是好主意 那政府在卡住我們 我們並沒有任何道理 去擋住大家的progress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完全是由民間來引領的 這樣一種政策發展方向 有位朋友說 很欣賞G01的概念 但是香港政府從來後知後覺 怎麼可以從民間作主來影響 或者指導政府做社會的發展 以我的理解 其實有G01HK這個項目 沒有記錯了 它有開放數據 然後有一些會議記錄 然後甚至是去監督一些政府 所以其實G01這個概念 它是有傳播到各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 G01它其實並不是 台灣專有的一個概念 任何人都可以去註冊 G01.什麼什麼國家 小微國就註冊一個G01.Asia 上面就是在我們亞洲看到的一些好的例子 或是我們覺得能夠去跟亞洲 或其他地方增上 就是那這個就是我們的slogan 就是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就是那個沒有人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它不是限定於台灣 它可以結合就是我們叫做開放原罷的社群 一些共識有實際的社群 然後一些有公益的這個社群 也就是說傳統上面 社會運動者公民的媒體 公民媒體的記者 或者是一些blogger 這些自媒體 以及我們這些做自由軟體的 這三組人是不同的 但是透過讓大家每一兩個月就來吃 好吃的東西 而且做一些有趣的項目 我們就透過這三年左右的這個工作 它慢慢就形成一個鬆散的 但是彼此之間互相信任的這樣一個社群 那所以這個社群的概念 已經影響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想不是一聽說你原在台灣 才能夠參加這個社群 也非常歡迎各界的朋友們 來來一起相似做 有位朋友說這個在歐美 有很多大型企業都注冊 注冊成所謂的vcorp 他們都通過了vlog的這個字評表 但是呢在亞洲社會企業很多去出創 失敗率很高 造成了更多的impefficiency 那是否可以修一下鼓勵大型企業 來推動社會創新的做法 那樣冒了這個問題 其實在台灣很多人 他是很成功的創業家 也創立了大型的企業 像我們華碩電腦 宏基電腦等等的這些 都是相當大型的企業 但是這些的創始人 他本來就是想要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他看到一個程度之後 他就會開始去找一些 他覺得說跟他的這個事業 不一定要完全有關係 有一點點關係就好 他可以運用他在這個事業裡面的一個核心 比如說他很擅長做筆記型電腦 那他就可以去跟聯合國的一些項目合作 去讓每個小孩都有一台筆記型電腦之類 那就是說他運用了他本來的那個 就是大型的企業 他不是社會企業的這樣子一種優勢 然後去讓去做類似的 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給用非常低的成本 或甚至是負的成本 他願意到天去取得這樣子的一種資源 或是公民鏈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個在台灣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有很多公民的媒體 然後有很多就是特別是文化創作方面 或是農村再設方面 都是這些大的企業家在支持 或者是在甚至是當做他二次創業的這個工作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台灣的一個 很長期的一個傳統 甚至我們在台中附近 有很多精密機械的一些創業家 那它是我們叫引擎萬聚 就是其實在世界上都做得很好 也賺了非常多錢 但他做這個並不是為了名聲 他就是覺得說 這就像以前的人造橋坨路一樣 他覺得他是取之於社會 他就是要用之於社會 那這些工作都是我們在社會企業上面 常常可以看到的很多很好的資源 也就是說他不一定是掛著 他們來那個企業的branding 他可能換一個branding 但是他還是用這樣的方式 用企業經營的這個專業 去指導年輕人 或者是跨時代創業 跨時代創業的團隊 去解決社會問題 如果避免政府利用經費來影響 或者是阻擋社會創新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有個就是概念 就是說不但國發基金 不會以占超過50%的股份 事實上國發基金 它出的錢 絕對不會比另外一個最大的股東來得多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它不但不會有過半 它事實上也不會是最大的股東 那這件事情是國發基金 長期以來的一個原則 那我們在做這種 所謂的多方利益關係人的 質疑的模型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 政府可以indorse 它可以進來說 這個模型不錯 但是我們的席外 我們的sits 絕對不會過半 那如果有這個很 就是蠻大的中介組織 它有三席四席 政府這邊不會有三席四席 可能有兩席 或一席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種多方利益關係人 討論的時候 政府這邊insist的 我們邀請的一個就是開放透明 那這個開放透明 它只要能夠滿足 就是不排除的參與 能夠有責性 能夠整個有inclusivity 就是能夠有多元性的涵容的話 那我們就覺得說 好 那這就是一個治理模式 市場這裡面是政府本身 想要到的治理模式 只是民間來發起比較容易 所以在台灣的社會企業 就有社會企業的資歷聯盟 然後就有很多不同的 像我們要弄一個National Advisory Board 去做就是印象力投資等等 那這些部分我也去掛個名 但是我不會在裡面 有主導的這個作用 所以說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就是同樣的經費 你可以去補助 你可以去達成一些PBI 但是同樣的經費 你也可以去用創新的 Pay for Success 或其他的模式 去跟社會企業進行互動 那這個互動都是建立在 它的主要資金來源 並不是政府的這個建議上 各位朋友說G01 如果在這個大陸內地要推動 物品 市品會有很大的阻礙 那請問有什麼建議 該如何來執行推動 這個我是沒有跟我們外交部 若委會 討論這個問題 那我稍微 我只能用個人的身份來講一下 就是說我自己覺得說 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阻礙 就是說所謂的待用政府 它不一定是國家級的政府 它也可以是一個地區級的 它也可以是一個學校的自治會 它也可以是一個村級的 那以我理解包含參與是預算 包含很多創新的方式 其實在就是中華大陸地區 其實就是他們的政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政府 並沒有反對說 在這樣子一個比較可控的小範圍 去做社會創新 或去做社會實驗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繼續在入閣之後 我都繼續在線上去辦這樣子一個 我們叫公民科技的講一個教程 好像說怎麼樣在虛擬實境裡面 去進行神力式的民主的對話等等 那我記得我入閣後的第一堂課 就是把杭州的中華人數學院 跟高雄的藝術學院 這兩個教室分別做了建模 建模之後呢 就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戴上第二眼鏡之後 本來空的座位 就突然冒出了這個學生 就是兩三個教室就混合成同一個教室 然後我就教導大家說 怎麼樣去用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就是說 這些軟體它是不需要依賴在特定的營運上 不需要在Google 或者是在微軟的機房 它可以在你自己的電腦上就可以運行 能用這些軟體來去做 好像說互動的形勢力 一些聊天室 然後一些互動的文件等等 這些開發也包含MIR的這些技術都是自由的 那因為這些是自由的 又可以在本地運行 所以它就不受這個經濟工程的影響 它就可以在這個區域網裡面運作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還是有它的公民科技的組織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願意就是 繼續跟我們就是自由軟體的這個社群 開放原法的社群去進行分享 那事實上我就是接受這樣子的 不管是訪談或者是課程 或者這些東西在骨骼之後也都從來沒有停止過 那如果有些地方我實際去 而且不困難只有派基建人去的事 所以如果有什麼這個想法的話 我是非常樂意 都不管在哪裡去幫忙去宣講這樣的想法 然後或者做一些基本的賠儀 我不覺得這樣子一套就是社會創新的想法 它跟特定的正義 不管是代理民主制或者民主集中制 有任何的創入 那接下來就可能只能快問快答了 創新獲利模式 如果被盈利誓言模仿更成功的情形 那該如何因應 那像剛剛那個翻轉接賣者的那一個方式 如果它被一個盈利誓言學過去了 那它就造福更多的接賣者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想我們做出一個實驗性的know-how的時候 確實有常常有一個exit就是被併購嘛 這個是就是會這樣子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請說 像我們那兩個接賣者都被這個運行 或者這個例子被那一個人做的從中 但它底下還是很深入的一個感覺 對 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說這是為什麼我剛剛在強調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要有一個賠利的過程 這個賠利的意思就是說 生長者也好 接賣者也好 民主民族也好 是透過共同參與這樣子一個社會企業的發展 他們理解到說 這個模式是他們自己也可以運行的 那我覺得社會企業它的核心 還是合作經濟運動 或者團體經濟運動 就是我們憲法報上的那個合作社運動 那其實這個東西它需要的 就是所有的方式都真的覺得說 我對這個智利模型 我有參與的可能性 他充分了解到這個模式是怎麼運作 而不是只是他的老闆叫做這個 所以他就做這個 那在有這樣子賠利的基礎底下 其實它就有一定的協商的能力 它有集體協商的能力之後 就比較不會變成說 它就是單純被磨削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我完全同意就是說 如果這個獲利模式或商業模式 我們只是用傳統的經濟學的角度 去看一下公司本身 那確實它很容易就變變異化了 就變收割了 但是如果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從第一天就是用賠利的角度 它一起來做的話 那這個東西它就比較難 被純粹的商業力量所稀釋掉 那所以這件事情也是 我們在輔導社會企業團隊的時候 非常嚴肅就是說 不是他單純青年創業 科技創業什麼創業 他的董事會裡面 或他的決策 甚至營運團隊裡面 要有他的利益關係人 一起進來一起討論 那這樣子的話才能夠確保說 那這個利益關係人的權力 它是被美麗的 而不是只是被打著社會企業 企業的一個公司去守備 我們帶來欣賞 好 那繼續 那剛才定義比較廣義 雖然有一台登記 但是是不是有這個監管 那這個監管我們在新的公司法 其實就是公司章程的公開 然後跟自己製作的 不管用什麼方法做公益包包書的 這個公開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有 貨養頭賣狗肉的情況 那是否會有損失 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四個是真的滿新的 是最近四五年在台灣才開始流行的字 它還來不及這個 就是來不及航 在台灣航的意思就是非常的熱門 它還來不及熱門到就是值得 就是狗肉去刮養頭的這個程度 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說 當它繼續越來越 越來越對大家所知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理解到說 其實社會企業就跟其實NPO 在某程度是一樣的 就是它到底有沒有 貨養頭賣狗肉是整個社會 一起來監督 一起來做責心 一起來做自律 又不是說靠政府去說 這個是 這個不是 但我們可以提供什麼呢 提供最基礎的這些開放的資料 讓任何第三方都可以去做這種分析 也讓這種公益的報告 更容易的去製作 設計方面有沒有向國外的社服 先進國家接近去處 事實上是有的 當初我記得馮雁老師在製作 就是社會企業的行動方案的時候 參考了相當多個國家 那這個概念當然很多是從 英國的這個CIC模式 或者是現在歐盟也有所謂的 就是從來團結經濟到社會經濟 的這個模式去做 那我們之所以沒有招嘲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在我們這邊它是 它已經有好幾個 資程系統的submovement 所以我們招嘲任何國家 光是美國或者是歐洲 英國的系統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submovement 框住了社會企業的全部的點營 其他submovement 就是說這個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這個呢其實是對整個社會企業的概念 擴大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是有個取聯機的概念 就是我們把各國的可能的方法 都納起來 都說那如果你是要做社會企業的話 你可以參考這些這些的方法 但我們沒有排除型 我們沒有說這是美國系統的 或這是英國系統的 這是什麼系統的 所以我們把它排除 所以我們是完全是一個取聯機的概念 那有相當多接近之處 那這個各部會都有相關的很多的文獻 剛剛在那個SE.pdc.pw上面 有各部會相關的資源 那這部分就請參考 社會企業有沒有設定未來三年的目標跟計畫 以及制度跟提供支援 我們目前正在做了一個新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那我們就是希望把社會企業專注在特定的一個一個企業上 去把它過達到社會創新的聯合國17個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的計畫上 那這個目前還在做draft 所以可能大概明年會退出吧 退出吧如果沒有太大意外的話 那我想這個跟以前社會企業行動發展的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它只要能夠去扣合到這17項永續發展目標 它不一定是用單一家企業的方法 它可以使用整個生態系 或是社會運動或其他的方法來運行這個創新 這是最大的一個方法 那朋友說那些接賣的朋友給幫助之後 在生活上什麼具體的改變 是好的壞了還是只是改了地方改了產品還是基層 這個在剛剛裴例的第一章裡面 我可能沒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他們就是穿著相當漂亮的制服 然後去學習到怎麼樣去互動 然後不管做導覽還是做深度的這些交談之後 其實這個就是讓他們在融入社會的範圍上面擴大了 因為本來的互動方式其實它真的比較不容易在社會範圍裡面去做其他的角色的扮演 但是在經過這樣子一段過程之後 這其實有點像是Richard的概念 就是他如果碰到了就是對他的某一位客人 跟他真的有一個共同的志趣 所以我們就去加入他的團隊也未可知 就是說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要再增加他實質的深度的社會連帶 而不是只是他在相同的社會的對應裡面 所以這件事情我想也是有一個階級翻船的可能性在 那這個部分也是這個叫做聚恩協會的這些接賣者他們一起想出來的 這些並不是好像是強加的或殖民式的這樣加上去 剛剛講的這整個模式都是跟這些接賣者一起討論出來的 那這種獲利一定比例回補社會問題是否人屬社會企業 以我的理解就是說如果他的帳程裡面明定 他不管賺不賺錢他就是要回補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說是他的使命 但等他賺錢他今天想到再來捐點錢 這是很重要的辦法去認定社會企業 整個還是問說這個組織他的存在 是不是他可以持續的對解決社會問題有幫助 這個才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那目前對社企業的重要的協助 剛剛講到的除了投資上面補助上面 法規條釋上的協助之外 其實按照他的不同的社會使命 我再次強調社會企業其實是十幾個不同的社會運動 的結合 所以每個部分對於他所該管的部分 都有他自己的相關的資源 這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所以當然很難有一家社會企業 他同時是做這個青年就業去做多元就業 去做這個長照 然後又去做農村再生 然後又做大專畢業生的職業輔導 又做村落陪利 又做原住民族的這個之類的 就是說我想大概做不到 就是說那一家社會企業同時解決 其實像SDG這個太困難了 那但是他只要跟某個部位的施政方針有任何扣合 那這就會有相應的資源 就認可他是一個我們的盟友 來一起去做一個創新 這個過於影響化的目標 那當然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康德有一個想法 他叫做規範性的理念 規範性的理念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腦裡裝的這個理念 我們的行為就可以比較協調 就可以比較一致 那即使他完全不能達成 這不是重點 這是有點像智北症一樣 就是一個規範性的理念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他可以採取協會的形態 他也可以採取合作社或者公司的形態 這裡我們特別強調一下就是我們會做正向的社會影響力 那原因就是因為不管你是哪一種宗教的信仰者 這個字的意義都是一樣的 但是風德的話不同的信仰是有不同的解讀 那社會系列當然不是只能創造正向的社會影響力 他當然也可以說或者盈利是為主 但是我一直取盡我的某一個程度的社會責任 這個在B code裡面很常見 所以他並不是說你全部的力氣 或者是過半的力氣下去解決社會問題 但如果你是說你30%的40%的力氣 拿來解決社會問題 你要很固定的寫下來 你要在字幕表裡面做 這個就是說你可以掛狗頭賣狗肉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但是整個社會要知道說 這家社會企業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好 那其他還有20多個問題 可能就沒有辦法全部一一回答了 那社會企業當然是一樣是拿水的 這它是什麼組織型態 現在就使用了一個組織型態的水法 政府強悍多做一些事情 就不需要社會企業 這是真的 但是在台灣我們覺得說 我們只要讓給政府的權利 人民就非常難收回來 而人民好不容易在解嚴的時候 收回了政府大部分的權利 我們完全不希望這些權利 會能不能受傷 然後社會創新的資源問題 那這邊再講的就是 大家把一個生態系做出來 所謂的法律做到 一個創新的出現 就可以讓本來看起來聯合的東西 變成是一個共好的情況 大家的使命是能夠彼此加強的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我可能就是一句話講 就是說並不是靠信念的力量 就是社會企業並不是一種宗教 雖然有一些宗教在台灣 有很大的社會企業 但是這件事情是不是一個韓運的關係 就是說大家認同社會影響力 是投入社會企業的目的 但是在投入的過程裡面 所有的商業操作 都跟現有的商業的規則是一樣的 並不是它豁免於這些商業的規則 用一句話來喊過的話 就是它有明確的社會識別 它要解決社會問題 跟最後的區別就是 它有明確的商業模式來解決 這些社會問題都要 那基本上下面價值跟社會價 並不是互相買出的 B型公司它只要滿足我們剛剛的這些 就是揭露的這些義務 它比較容易成為社會企業 但是如果不是B型公司 或甚至不是公司 也可以是社會企業 那這個就是靠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的目標 然後大家好 吃杯的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我們 瞬間吧 是的 有朋友 像在台南市長們相當的熱情 然後政府部門若持創新 這個完全是另外一個題目 但是我也是會想就是說 我們看民間有什麼新的創新 我們就在政府的內部盡可能的用 就是沒有風險的情況 風險有吸收的方式 去做一些這個事情 很高興跟老師學習 然後台灣社會企業的管理機構 同樣的就是看一座的題目 等到十幾個部位 就有不同的主管機構 沒有一個單一的社會企業部 我覺得它人面最優秀的品質是什麼 那面最優秀的品質我覺得就是一個多元性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可以決定他最優秀的品質是什麼 而且不會有那個在狹窄的幾個跑道裡面 彼此競爭 而是靠彼此共好 來互相定義的這個情況 有它有公開的議員 但是這個目前是一個道德的 因為我們公司法還沒有整個實際被一百元通過 確實是有一個系統的吸收到政府的政策之中 我們有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第一時間發現社會的創新 然後就一起來共同創造 那種暴水軟體或者很多的政策都是用其他方式來創造 那不同地區當然社會問題跟社會資源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為了我們不會寄從台北去看社會企業 因為不然解決的都是台北的問題 是否是一地兩面 確實進入企業社會責任進到一個程度 就變成說也是進入企業的DNA 這是一個途徑 但剛剛講的還有NGO的這個途徑 合作社的途徑 初創的途徑 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可以認為所有的企業都是社會企業 確實幫我們把這個理念 闖導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當然希望整個社會的企業都是社會企業 那這個可能還需要你講代言的努力 那有一個意見是說 這個主要客戶竟然只是大公司的CSR的部門而已 其實不瞞大家說 在台灣社會企業行動方案剛開始的那一年也是這樣子 我們是花了很多時間去找說 BD部門各種不同的生態系 要怎麼樣去營造出來 慢慢才開始有CSR部門之外的資源 可能這兩年才比較成熟 所以我想這個渠道 除了政府的這些所謂直營的社創中心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說 在每一個相關的政策上 政府我們都可以放棄這種 我們講Nah Invented and NIH 就是什麼東西都一定要我自己想到的這個想法 能夠去把社會的創新想法 很快的 就是用剛剛講的 周圍周期的這個方式 吸納到政府的這個政策的施政團法裡面 所以我想這個願景其實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我們還是回到SD去看上去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解決台灣的問題 我們是想要用促進目標實現這個夥伴關係 去看到說台灣在這樣一個地理位置 在這樣子一個國際關係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發掘我們跟全人類共同的問題 然後去結合國際的力量 來一起解決 好 以上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唐州委員的這個分享 我剛剛在分享裡面聽到最重要一句話 就是所有的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 其實都是走在政府政策前面 所以各位其實就是能夠帶領整個 不管是台灣 中國 或是香港不同地區的 這個社會企業或是創新走在前面的 這個最重要的一份子 那所以我想今天經由這個唐州委員的這個分享 然後我們可以了解今天他對社會企業創新的一些利益 還有台灣政府在支持這樣的一個企業的創新上的一些做法 那我相信經由這樣的一個分享之後 各位在對未來這幾天的一些課程上 會有更細緻的一些了解 好 所以我們再次熱點掌聲感謝唐州委員 好 那我們台南演員也準備了一個紀念品 非常感謝唐委員 謝謝謝謝 我廖 Capell 謝謝你 谢谢大家